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找到 你差不多把每一节重复的 就算是抄一抄都好 我前个星期在台湾的 晨西戒毒中心那里 做他们的同工们的培训 原来他们这些戒毒的弟兄 信主之后在camp 在营的村里面 他们要抄圣经的 超圣经是非常好的操练 我假如能够操练 只要愿意好好地做的话 预备奖章了 我也是操 不过现在来用电脑操 不是copy and paste 是从头打字打过 譬如说第一节 我打个number one 第二行才打 假如是诗篇 那这一行一行就两三行 一个一行two 所以每一节之间 有一到两行空位的 但印出来的时候 可以再圈圈点点 慢慢地读 所以操练经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 我忘记在哪里读到呢 一些教育专家研究过 你抄写的时候 眼睛看书 然后脑袋又到手那里 这个动作 整个的动作呢 是帮助我们学习的 所以操和不操就不一样 刚才小组讨论 你们讲开口讲 和不开口讲就不同 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你不开口讲 也不写的话 你大概学到这个课程 课堂上的总是十字下 可能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负都有可能 你讲一讲开口 讲一讲写一写呢 可能从七跳到十多 或者二十多个percent 你学习的内容呢 就肯定了增加一倍 甚至两倍的 所以开口讲 在小组的时候讲 或者是抄写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好 这个第四点呢 是圣经指出我们的罪 所以呢 我们要读圣经 所以圣经是这么重要 威敏寺的小药理问答 告诉我们 悔改有三要点 第一呢 是承认自己的罪 和神的怜悯 承认自己的罪 和相信神的怜悯 你看四篇第五 第一节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相信神的怜悯的 第二 为自己的罪 忧伤恨恶罪 第三 是立志改过 来到神的面前 立志改过 当然这里中间就包含了 求神赦免 没有直接说 但是呢 当然就是 包含了 各位 好好地去读一读 威敏寺的小药理问答 那一百零几条的问答 我说过 是十七世纪 英美的小孩子都会背的 在改革中的教育里面 到了八岁 十岁 一二岁的就会背 到了目前为止 美国某一些改革中的教会 当一个孩子会 recite the catechism 这个recital就是 有人问他答 把这一百多条都答出的话 他们就会登在教会 或者区会的杂志上 某某孩子是recited the catechism Richard Baxter 他在1641到1660 在Kittemunster 墓会的时候 这位宫里中的清教徒牧师 他也是要叫孩子们 药理问答的 然后再问 你会背这个答案 这条问题 对你的心灵有什么意义 就继续钻进去 对他的心讲话的 所以背这些药理问答 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 问我的心怎么回应 这些的真理 假如悔改是有这三方面的话 那我有没有常常的悔改 我的悔改是不是好像大卫这样子的悔改的 所以圣经这么重要 所以读经这么重要 因为圣经就是要指出我们的罪的 第五 为什么读经重要呢 圣经与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为哪一些的事 祷告 如何祷告 主导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模范 所有的诗篇 加起来也是很好的模范 你看主导文加到我们要为哪些事情祷告呢 第一 我们要称我们的天父为父 也就是说 我们是家里面的孩子和天上的父亲 讲话的 既是天上的珍贵的 也是爱我们的父亲 既是天上 也是爱我们的 然后呢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就是称赞神是多么值得 配得我们称赞 而且是求神让敬拜赞美祂的 尊祂的名为圣的事情 能够遍满全世界 愿你的国降临 求神让福音 遍传教会建立 祂的国实现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让神既然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天之后 主耶稣基督差遣 圣灵来到地上 使人扎心之罪 重生人 叫人信主耶稣 让教会能够扩展 也能够让人感受到基督徒在地上 作烟作光 分享主耶稣的爱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这里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就包含了求神让教会宣教圣公蒙祂的保守 祂的祝福 让神的主权的恩典 祂的福音 能够让万民都知道 我们利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求神给我们 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每天所需要的 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 生一个女儿 不要漂亮 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儿子 但是呢 也是要应俊 他们都能够尽名校 不是的 神啊 求你给我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敬畏你 为你所用 much better 是吗 我们要求我们需要的 不是我们想要的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是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也同时应许 我们愿意饶恕别人 不叫我们 遇见或者陷入试探 求神让 不让我们进入到试探中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事 我们很多时候 祷告是不是跟上帝来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列单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是说我们先来看 主导文怎么叫我们祷告 不过呢 我们心中的真正的喜乐 和悲哀呢 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成名的 所以所有的诗篇叫到我们祷告 不过不要忘记 我们神面前这些悲哀的诗篇 里面除了第八十八篇 一篇例外以外 都回过头来 仰望神 指向耶路撒冷当的 不过八十八篇也有 在第一句 不是在最后一句 按你的怜悯 就是说我们是以一位信徒 信神的 神的儿女的身份 来成名我们的痛苦 悲哀的 所以诗篇实在是帮助我们 如何正确的面对 人生百态 各种的困难 二人发财 胖到眼睛都突出来 一人存光弹 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 然后诗人说 我还是要行善 以你的信誓为我的领养 等等 诗篇37篇 73篇 人生百态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祷告 再来 我们要遵行 主耶稣所吩咐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 所以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打仗 打赢仗 所以我们要圣经给我们的真理的能力 我们要让神 圣灵指出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的真理是什么 我们要懂得如何祷告 改变 纠正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圣经 第六 圣经与信徒的家庭 为什么要读圣经 圣经为何这么重要呢 因为圣经要改变我们对婚姻家庭的看法 要改变我们那些以自己为中心的家庭观 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纪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生命纪就是上帝 如果摩西在波亚平原 就是摩西快要离开世界了 以色列也快要进家 最后呢 在四十年最后 重新的再俗说神的诫命 比较一种的劝勉的方法 重新讲律法 那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 是说 首先 这个 诫命的总纲 要尽心尽心经历 爱也有啊你的神 然后呢 第四节我们没有讲 你要听这个圣骂 你要听 这一段话 以你要听为开始呢 是安息的以色列人常常念 到今天也是一样 除了讲到要尽心尽心 尽力爱也有啊你的神呢 下面就告诉我们呢 神的话 是要充满着 基督徒的家和生活的环境的 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洗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二上为经文 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城门上 就是在我们的私人的生活 家里 还有在整个城市的生活中 神的话要充满着我们的家庭 教育 教导 就是提供一个环境 有神的话充满着 比如说孩子们少年人主要学 传奇的整个环境 不过话说回来 教育不单单是让孩子们 背一大堆的经文 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学校 甚至是homeschool 他们背很多的经文 但是需要进一步的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真理融会贯通 好叫 小二者不光是超圣经 背圣经 乃是建立一个的宇宙人生观 一个人生的哲学是建立在 圣经的整套的信仰里面的 所以我们读经呢 一方面我们要背圣经 要超圣经 我们更要流水上的读经 每一节 每一章 每一卷都读过 有某某神学院 老人家问青年人 你要来神学院 你圣经读过四十遍没有 忘记哪一间神学院了 当然更多的神学院是这样问的 四遍都有的时候先多了 不要说四十遍 我们是要流水上的灵修读经的 我们是要每一节 每一章每一卷都要明白 但是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要除了每一节 每一章每一卷都懂以外 让我们抓到整本圣经的主题 那我们的课程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在某些事情上 提供一些很基本的真理的概念 诫命和顺服 恩典的四个用法 我们属灵征战的三重的敌人 是吗 悔改的十多点 或者是三要点 小要理问答 主导文家的我们如何祷告 我们要抓住一些的重点 今天往往传道人 受到一些扭曲的神学教育 结果在教会里面 所提供的节目 这个节目不光是灵恩派的 非灵恩派也是一样的 提供很多的活动 很虚很符的 扎扎实实的 让整本的圣经的真理 能够很流畅的 传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主要学团企小组 整个教会 我们整个的群体中 讲到这里 我们虽然是在讲五个六个点 说圣经为什么重要 还没有讲到读经的目标 读经的态度 读经的方法 事实上在过去一个多小时 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读经的方法的 有没有 好 讨论一下 我们在这里行间 当我们在讲这五个六个要点 又查一些经文的时候 事实上呢 我们已经提到 用到一些读经 查经的技巧的 记得吗 讨论一下 看看记得 哪几个方法 我们已经用过了 在过去一个多小时 不在大纲里 是在我们 在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帮着大家去读经的时候 讲出来的 用了些什么方法呢 让我来列出一些 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基督徒的意义 就是基督徒是一个 遵行主耶稣所吩咐一切事的人 当时呢 我们就读了 马太第七章的二十一节 那我问的问题是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呢 要从整个马太 五到七章的上下文 context上下文来理解 所以呢 读经要考虑到上下文 上下文 这个第一 今天晚上我们提到的 上下文很重要 第二 然后呢我们又读到 马太福音第十章 17到22节 耶稣跟年轻的少年的官的对话 那里呢 我用了一些的解释性的问题 interpretation questions 我说第十八节究竟耶稣在提醒什么 或者暗示什么 我就说第十九节 耶稣在这一节的主要的要点是什么 当然还有第十七节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神是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神 所以第十七节 耶稣的 对不起 那是十八节 对 在十八节 耶稣的暗示或者提醒就是 他就是神 唯有神是良善的 第十九节 耶稣的主要的要点就是 这位良善的神是有所要求的 然后呢 我也问了第二 这个耶稣看见他 看着他就爱他 对他说等等 是不是一个选择性的建议 还是一个吩咐呢 那这些都是一些解释性的问题 我们累积经验多了 我们就知道怎么问这些问题呢 是要读者要主缘 回到圣经那里去找答案 而且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yes or no的 是要从经文那里找一些重要的字 或者概念 我再说一次 这个解释性的问题就是 吹笔主缘回到圣经那里去找这个答案 找什么 找那个要点的main point 或者这个要点的暗示 implication 就是换言之 耶稣在讲什么 好 今天晚上我们讲的第一 上下文 第二呢 解释性的问题 是要知道这段经文的要点 但是呢 又广东话说不要出墙 你不要把那个答案告诉主缘 你就是问到呢 带领他回到经文那里 找到那个要点 第三 今天晚上呢 我们说到恩典有四个 这个词有四个用法 这是什么呢 这个字一研究 word study 圣经里有些很重要的字词呢 是需要去研究它 在不同的经文是如何 不同的用法 grace 恩典是其中一个字 律 律法 也是另外一个law 也是另外一个字 很多很好像很明显的字 神 神当然是 我们知道是 但这个字 在就位的心悦 是怎么表达神 信心 faith 等等 这些字都需要研究的 那今天我们说了一点点 关于恩典 四方面的用法 这是第三个原则 第一是上下文 第二呢 是解释性的问题 第三呢 是word study 是一个 字意研究 第四呢 我们参考了 清教徒的 宇宙人生观 我们说呢 人生是要做一个 过路课 和一个基督的精兵 所以我 是非常毫不保留的 不会只是用 归纳舍查经法的 好的东西 从加尔文传到 清教徒 这些旷泉水一般的 属灵的 他们的智慧呢 我就一点都不会感觉羞耻的 在查经的时候就分享了 所以我不是迷信归纳法的 我同时参考 历代的圣 先行他们的智慧的 第四点 第五个方法 我们今天晚上用过的 就是在读十篇 五十一篇的时候 我一节一节的读 给大家指出了八点 读到第六节 五节半就读到八点出来 要你们继续读完的 这个叫做observation questions 这个是观察性的问题 这节讲什么 究竟讲什么 这节第一节什么 第一第二节有两个point 第三节 两个point 第四节两个 是什么 究竟经文在讲什么 只要你重复重复重复读 那四节经文 你就找到六个要点出来 这个就是悔改的六个要素 一节一节的读 有些经文 就是要这样反复的去读的 很多经文 是要反复这样的读的 我们 今天我们的注意力 太过分散了 所以呢 为什么操圣经有帮助呢 因为至少帮助你操到一些 当你用大脑去操的时候 你操的 这个字刚才没有看到 为什么现在操的看到 刚才没有看到呢 没有注意嘛 对不对 譬如说 我这个人呢 是很不会 也不喜欢割草的 mow the lawn 所以呢 假如隔壁的人 很会割草 我说 我不喜欢割草 他会这样 怎么跟我说呢 You just don't take the time 你只不过不花时间 所以你不会割草吗 同样的 我们花时间 就会找到每一节 这些的 一句一句 一个字的 的真理 这个第五官场 我这个 五六点没有次序的 我只是说 按照今天晚上出现的次序来讲 第六 主导文和我所有的诗篇 都叫做我们祷告 这个怎么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 会懂得怎么选用一些 典范性的经文 paradigm type of passages 就是说我们不会保留 不会说 哎哟 不要这样做 主导文 这个登山宝训 四篇五十一篇 你怎么这么主观选这些呢 不是的 当我们在历代的教会 甚至不同的传统 有的是长老中的 有的不是长老中的传统 大家都以为是重要的经文了 我们就要反复的强调 强调 要再强调 传递传递再传递 教导教导再教导 坦白说 我这一次的课程 有一点像什么呢 像累积了五六十年的 学习的方法 不都是改革中的 也不都是贵那些茶经的 然后呢 就炒成一个 炒贵雕这样子的 使劲的给各位 那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些历代的教会的智慧 譬如说 我说主导文 使徒信经 十戒 你应该小学力量 之前就会背了 那使徒信经 十戒 主导文 有人说呢 你读经的时候呢 每一段经文都不可能 与十戒 主导文 跟使徒信经 矛盾的 这个是历代的 其中一个的 读经的原则 经文不可能跟 十戒 跟主导文 你也可以说 登山宝训 你也可以说 罗马书帝 一到八章 十二章 等等 哥林多签书十三章 你用很多不同的经文 不可能与这些矛盾的 所以这些典范性的经文 很重要 一次一次的再强调 第七个原则 我们提了一提的 没有好好讲 就是呢 当我们提到 生命纪第六章 四到七节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 在摩亚的平原的时候 摩西这次呢 是用劝灭 讲大的方法 重新讲 就约 讲实戒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懂得 怎么把出埃及纪 跟生命纪连起来看 看到生命纪 已经有它独特的地方 它的风格不一样 它是讲道 不像出埃及纪二十章 实戒就是诫命 后面还有很多的规条 但是呢 整个的约的历史 就是上帝先施恩 救了以色列的人 然后颁布了律法 立了约 然后再来讲一次 搞了四十年 兜了这么大的圈 犯了这么多错误 犯了这么多罪 摩西呢 再来讲一篇道 很长的道 再来就唱一首诗歌说 Don't say I didn't tell you 你不要说 我没有告诉你 以后你犯罪 这首歌是 见证你们的不是 As a witness against you 所以这个生命纪呢 又必须要从 出埃及纪世界来看的 同样的 圣经里面呢 这种的约的历史 会再次的出现 或者约的应用 你可以说每一次摩西 其他再一次去解释 世界的时候 就是在 再次的应用 有人说推理 也可以的 deduce deduction 譬如说 哥林多前书 整卷就是应用式的 一卷的书信 但是呢 当然 哥林多前书里面 所讲的 和四福音 主耶稣的教导 他来 传讲的福音 是肯定不矛盾的 不过保罗呢 就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应用在 哥林多所 出现的问题 或者提问 向保罗提问的问题 两个problems and questions 向保罗提出的问题 questions 或者出现的问题 problems 那这些的 实际上的应用呢 肯定不会与主耶稣基督 所交道的矛盾的 所以当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说 不是我说 是主说 那当然 他就重复了 主耶稣的教导 讲完之后 不是主说 是我说 不是说 他现在发明新的道理 不是 他只不过说 有些的离婚的个案 耶稣基督没有处理 现在他来处理 处理的原则呢 肯定就不会 与主耶稣基督 所讲的矛盾的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不论是旧约的约 或者新约的福音 有上帝颁布这个宪章 下面呢 有这个约 或者是福音的历史 或者是解释 或者是应用 不过不要忘记 你不要把哥林多前书 这种应用 或者生命纪 这种的劝勉 你不要说 这个只不过是默契 个人的一个感受 他来发色的一下 不是的 哥林多前书也不是 保罗很恨女人的 当时女人就很啰嗦 所以保罗就压住她们 不是 你不能这样读圣经的 因为 哥林多前书如何应用福音 生命纪如何诠释应用律法呢 生命纪和哥林多前书是应用 没有错 但是它们本身就是圣灵所默示的神的话 所以它既是应用 也是神的话本身 既是诠释 生命纪也是神的话本身 所以圣经里面本身就有神的基本的真理 然后这个真理的解释来应用的 经过一段的历史 所以就好像什么呢 我喜欢说好像中国的朝代的历史 这个朝代写上一朝的历史 历史前面当然是讲皇帝 什么辉煌等等 可能后面就很啰嗦的事情 这个村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动乱 什么土产 什么当地的天才等等 那个字 杂志的字 Chronicles 那这个圣经也是的 你先有神的约 后面有 撒末罗 寄上 寄下 猎王寄上 寄下 你在字上下 就是这个Chronicles 把约的历史讲出来 虽然是讲历史 但是是在讲绝对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 好 那除了这七点 就是第一 上加文 第二 解释的问题 第三 自意研究 第四 毫不保留的把前人的智慧 比如是新教徒提出来 第五 观察性的问题 第六 一些典范性的经文 第七 在旧书的历史上 看到不同书卷的观点 除了这七点以外 很明显的 我们今天晚上讲了一些 什么呢 律法的重要性 恩典是什么 信心和尊敬神的旨意 是同一词 悔改是什么 祷告应该包括什么 等等 对不对 就是在一些基督徒的灵命里面 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是我们不会延弃 重复重复再重复的 我们假如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律法恩典 信心悔改 祷告 遵行父神的旨意 等等 在这些事情上 假如不是强调强调 再强调的话 首先我们会被一些潮流冲走 第二 会被神学院学书一些怪癖的道理 被吸引去 结果教会就长不大 就不能长手 所以我们改革中的 要理问答 经养告白 都是讲祭要的东西 神 祂的永恒的计划 创造 护理人 神的形象 堕落 耶稣基督 约自由意志 然后下面就是圣灵的工作 呼召重生 悔改信心 称于做神的儿女 得救的确取成圣 等等 讲到第二十章之后 还有好行为 神的律法 敬拜和教会 都是讲这些的 教文说 为什么他写一本 系统神学基督教要义呢 就是告诉我们 查经的时候 要问一些什么问题 圣经不是娱乐杂志 不是让我们去问一些八卦的问题 你都没 越南有没有悔改 当然有嘛 我说没有呢 我们都好像问那些明星 有没有做什么事 这样子来读圣经的 我们要懂得怎么读经 读经的时候 该问些什么问题 下文说 你只要把这些基要的药益 抓住了 你就知道 这些就是你读经的时候 要问的问题 然后放在心上 反复的思想 现在我们请各位 分小组 回答一个问题 他说啥 今天晚上他讲了什么 说一点 两点 最后三点 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